眼看现在部立桃园医院的群聚感染逐渐扩大 前国舰署长邱淑提在脸书上面批评指挥中心 还有专家都被打到近身 只剩下马屁鲸在做大内宣 甚至还列出四大致命的错误 像是他认为同一间医院的接触者应该要一人一户隔离 而且要采不进不出 病人也不应该混合照护 还要扩大社区裁剪 才能够来防止全台沦陷 但是邱淑提的看法 与中央不同当然也掀起了批评 隔魁苏院长还回应 只有团结才能够战胜疫情 不缺口水说风凉话 外补部桃园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本土案例一直增加 指挥中心成立前进指挥所 但SOP却引发前国舰署长邱淑提质疑 在脸书上提出指挥中心 严重欠缺防疫逻辑 台大公卫学院专家被打到近身 只剩下吹捧的马屁鲸跟大内宣 这是人民之福吗 现在已经都没有人敢讲话了 只要讲话就被网军出征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防疫 怎么会是一个好的事情呢 我们都知道 只有团结努力 才能战胜恶毒的 会员疫情 不缺口水 说风凉话 恶意的批评都不好 邱淑提还举出四大罪状 像是医院内有医护感染 同院的医护接触者 应该采取一人一户的做法 院内群聚不应该只出不进 而是该只进不出 或者是不进不出 才能阻断传播 不论是留在布桃 或者是转到他院的阴性病人 都最好一人阴室隔离治疗 才不会交叉感染 还要立即扩大社区裁减 包括桃园跟双北 因为现在我们距离社区传播 其实只有一副之咬 然后呢 其实医护人员 他们在院里面 好怕也还是 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危险的 丑叔提出要预防 全台沦陷 炮口对准指挥中心 不过天文一出也遭到网友贯报 当年SARS期间 做出和平风院 错误决定的人是他 如今却对指挥中心 指指点点 防疫当前因会付出大量新力 丑叔提此时发言成了 重视之地 接下来我们的新闻市报道